问问你,平时你喝多少水的呢?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够不够水份呢? 喝多少水和身体够不够水呢? 是两件事来的。 身体够不够水是非常之严重的, 对于健康来说,对于我的人生来说。 以前我都不太明白, 吃了生后,开始慢慢理解了, 想和你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事。 你早上起床了, 你就喝一大杯水, 8盎司一杯, 8盎司的水, 等一会儿你吃早餐, 你吃面包, 你知不知道你吃的面包呢? 就是吸了你6盎司的水, 8盎司减了6盎司, 你的身体正收是2盎司的水, 但如果你不吃面包, 你吃西瓜, 你就收了12盎司的水, 12盎司, 西瓜95%是水来的, 加上刚才你起床喝的8盎司, 你就收了20盎司的水了。 所以,如果别人吃面包, 只剩2盎司, 你吃西瓜, 你有20盎司的水, 你身体有的水是10倍那么多, 明白吗? 还有,不要说西瓜是经过食物过滤, 那些汁是世界上最纯正的水, 整个地球没有哪些水更加正的, 还有更加重要的分别, 西瓜的水有电解质, 面包是没有的, 你吃饭那些是没有的, 西瓜汁还有大量的矿物质, 微量元素, 纤维等等, 非常重要的营养素, 面包呀, 面包呀, 饭那些是没有的, 你餐餐是这样, 每个月是这样, 每个月都是这样, 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呢? 粉面饭, 饼干, 蛋糕, 食肉, 食蛋, 全部都吸了你的水, 很少营养, 令你的身体变成酸, 百病重生, 你喝多少水下去, 都不够被它吸了, 于是很快, 你的身体不够水, 就要在脑部抽水来消化, 于是你头痛, 它又不够水, 要在胰壮里抽水来消化, 你就糖尿了, 不够水, 要在皮肤里抽水来消化, 你就出闲, 出疹, 那么多人皮肤不行, 你的身体长期不够水, 腎有功能大打折扣, 做不到排毒的功夫, 甚至整个腎开始塌, 还有你全身周围的组织, 开始发炎, 成功了, 整整一下, 有股羊, 癌症就搞出来了, 现在这么多人, 就未老千衰, 很快就看样子很老, 又肥胖, 整个人很残, 有神武器, 但有些人越来越青春, 越来越多精力, 粉分别就是, 你吃水果, 还是你吃粉面粉面包, 饼干蛋糕, 吃奶, 吃蛋, 吃肉, 就是这样, 就是这么简单, 当然, 如果身体需要水分, 最好还是喝过滤水, 好过喝茶, 喝汽水, 喝啤酒, 喝汤, 幽七的过滤水, 是最重要的, 不过, 幽七的过滤水, 始终都是没有什么营养的, 说到尾, 人和猫猫, 和我们是猿猴, 我们是灵长类的动物, 最理想的水愿, 就是果汁了, 让我们的身体, 即是吃了水果下去, 自己榨汁, 这个才是最正, 这个才是保证我们身体, 够水分, 去支持健康的人生, 这样讲, 你有没有得着呢? 对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呢? 如果你觉得, 是有参考价值的, 多些和我们分享给其他朋友看, 来长歌课程, 参加我们的活动, follow我长歌的Facebook, 还有加入我的YouTube account, 做subscribe, 多些机会我们交流, 你留下什么意见, 长歌会尽量回覆你的, 多谢你收看, 有机会我们又一起聊过, 拜拜!